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以9%的速度在递增 而大家今天提到关节其实是膝关节 我们膝关节只是来跟大家做一个示意 它确实很重要 但是它真的不是我们人体里唯一的关节 提到膝关节这是一个示意图 这个图它其中没有画出那些精细的结构 膝关节里面其实还有半月板 是一个重要的软骨组织 膝关节里面还有很多横的斜的纵的韧带 我在这个示意图上只是想告诉大家 关节这个位置除了外面包着皮和肉 上下有两根骨 它里面还有个内胆 这个内胆是什么 内胆就是滑膜和软骨 那么这个内胆注意 它是可以分泌一些关节滑液的 它是可以起到润滑的作用的 让这个接触的软骨面不至于肝膜 它有一些润滑液 它可以灵活顺滑 这是一个关节的基本结构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 组成关节的几个要素是什么 有没有骨 有 有 有没有软骨 有 有没有韧带 有 有没有滑液 有 记住了 一定要把这几个组成关节的要素记清楚 清楚了这些关节 我刚才说了 我说关节对于我们人体可不只是膝关节 还有好多的关节 而你要知道是今天在我们国家 有1.2亿人会有关节的急患 这就基本上接近十分之一了 40岁以上的人群 有关节急患的人占了百分之五十 75岁以上的人 关节的急患 发病率要高达百分之八十 就说人呢 活得随着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寿 估计到了这个75岁以后 基本上大部分人都会有关节的问题 我在这儿呢 选了一些常见的关节的急患 第一个就是这个关节致患术 我如果不在这儿说这个关节致患呢 大家可能脑子里想着说 如果一个人将来发生了关节的 长了骨刺 骨刺特别多了以后 我估计大家脑子里可能会有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是说没事了 骨刺长到实在太多了 做个手术 把这个关节给它打开 打开了以后啊 拿个什么小勺啊 拿个什么小铲啊 是不是 去CacheCache那个骨刺 是不是有这种想法 我告诉大家 没有这种手术 压根也没有那个小勺小铲 要想解决严重的骨质增生 骨刺的问题 我跟你说 就是一种方法 关节致患 把下面这个小腿骨的上段 把它打掉 装上下边这个托 把上面那个磨掉 装上这个 这有一个人工的韧带 把它给钉在这儿钉上 然后这就形成了一个关节 人造关节是有寿命的 大约就是15年左右 你做早了 做早了 它没法换 你说我现在50岁我做了 15年我65岁 65岁这就磨坏了 再换一套 换不了 这骨头都已经酥了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 这个手术是随意那么去做的 另外还有 这就是我们常听说 有个风湿 类风湿对吗 风湿是一种感染性的疾病 而类风湿呢 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磁虽然相近 但是病因很不同 那么这个手呢 其实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时间久了以后的手的这个 我们管这个词叫做齿侧偏 另外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常见的膝关节炎 肿大的膝关节 然后还有 这就是崴了脚以后的 这是踝关节的 大家看这里面都是淤血透出来了 是不是 大家这个画面熟悉吗 这叫母外翻 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呢 穿高跟鞋的人容易得 穿高跟鞋 女性时间久了以后 就有一个拇指的外翻 所以我在这我想问大家 大家你发现 你这个关节 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有关节问题 是吗 不是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 关节最怕的是什么 是受热的不均 你会发现今天很多人 要风度不要温度 多冷的天也要穿个丝袜 是吧 也要露着点 为了这个漂亮 但是你要注意 这种剧烈的这种温差 其实对关节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另外还有一个 为什么用电热毯 容易发生关节炎 因为电热毯是个容易 让关节冷热不均的东西 底下热 它在上面它凉 而这些都是跟年龄没有关系的 然后那么最终这个关节伤完了以后 什么样子呢 我在这里也选了一张图 大家你也可以看 这是一个典型的膝关节被磨损以后的 整个膝关节的软骨都已经被磨得支离破碎了 然后其实这里面呢 大家你可以看 看到下面 静谷平台上面的这个叫半月板 那这个半月板 纤维环已经被磨破了 还有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些关节的急患了 比如说包括健翘炎 家庭妇女容易发生的 经常刷碗啊 就是洗衣服啊 搓啊 发现这手腕上肿起一个疙瘩来 很疼 有什么办法吗 我跟大家说 就是休息 别干活了 就好了 到了五十岁左右的时候 有一个病啊 我们叫肩周炎 其实大家生活当中叫一些五十肩啊 等等 那么你发现 因为它经常这个肩关节的这种基建呢 就是粘连在一起 导致梳头梳不了了 导致摸肩 搭这边的肩也搭不了了 另外还有 你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怀关节 怀关节的是 你要往上走 你要爬坡 这怀关节就比较紧 它就不容易崴上 但是怀关节特怕下坡 你这脚一往下走 这怀关节放松了 特别容易崴脚 所以下楼下山是崴脚的高发区 上楼上山很少有崴脚 但是保持着这个崴脚姿势最典型的是什么 就是穿高跟鞋 它就随时都是下的这个姿势 随时让这个怀关节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关注生活当中这些关节的急患 以及伤关节的因素 我们在这儿呢 再帮大家梳理一下 我们身体里到底都有多少关节 大的关节 大家就记住了 上肢三个 下肢三个 脊柱上活动量大的还有两个 上肢哪三个 肩 肘 腕 下肢哪三个 宽 膝 踝 脊柱上活动量大的两个 颈椎 腰椎 大家说肩肘腕 款膝 这些关节可以理解 说颈椎 腰椎上有关节吗 有没有 我告诉大家 大家回去买根排骨 慢一点 从外向里逐渐地啃 你到了这个膝 到了这个脊柱的这个骨的这个时候 别着急地把它啃清楚 你保留一些它相连的组织 慢慢自己啃 你去感受一下 你看这个骨 椎骨上有没有关节 它不仅椎体之间 它会有这些个纤维的这些环 包括椎骨上 有前后的韧带包裹 同时它的横凸凸凸上 上下都会有之间的细小的关节 所以千万别小看脊柱 你的这个人能够保持这么强的灵活性 跟你脊柱上的关节的灵活 密切相关 我们了解完刚才的这些基础知识 我想问大家 你说我们生活当中 哪些人需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关节 是只有老人吗 是不是 不是的 你说那些个爱美的那些个经常穿的很少 不管无动力下都穿的很动人的女性 爱穿高跟鞋的女性 要不要保护关节 当然要了 你说那些爱运动的人要不要保护关节 要 很多人去热爱跑度 他们就自己参加了很多的社团去跑步 那我说你们跑步的时候都带什么 他们说我们这个装备可多了 就是跑步专门得买跑步鞋 登山还专门得买登山鞋 还得买这种稀罕的毛巾 然后还得买这种 这种就是什么能量饮料 是不是 为了补充自己这个矿物质的消耗等等 我说我看了你这一堆 我说你还差一件落胶囊 这么剧烈的这种关节的这种活动 其实你真的是应该给你的关节 附带一个装备 关于关节健康 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是什么 就是你要保养它 大家都家里都有车 你会发现你买车的时候 4S店告诉你 5000公里回来保养第一次 对不对 1万公里再回来保养一次 每次去保养是不是都得换个什么零件 换个什么配件 每次去保养也不便宜 你说包括说 以前我们骑自行车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的人骑自行车 骑20年还特新的 那我就想问 就基于这种观念 咱们对自己的关节做了什么保养 咱比那车值钱不值钱 说你那个自行车 你比如说你这链条都锈了 虽然这车我不能扔 但是我最好能给它换个链条 是不是 或者我最好给它加点润滑油 点点润滑油 让它跑得更顺畅一点 你有没有想到说 我要给我的软骨 我换个新软骨 有没有想我把我的关节的滑液 我再让它再给它加点滑液 让它运转起来 在今天讲到关节健康的时候 大家得有这种观念 而以往是因为我们不了解 有这种能够给关节 换零件的手段 现在有了 那么就应该有这样的观念 我既然已经意识到要去保养关节 那我们要给关节在哪几个方面进行保养 最开始我们出那个关节的示意图的时候 我想问大家 我们说关节里有没有骨 有 那么要不要保护关节的骨 要 关节里有没有韧带 有 那么关节里还有一个重要是 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 软骨和滑膜 那么我要不要再帮着关节去保护这个软骨和滑膜 要 所以请大家记住 这就是我们今天提出来的保护关节 就是这科学三步 全力以护 通过左边的这个图 大家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好的关节 好的关节的软骨 其实真的是光亮的 光洁的 里面真的就像贝壳那个内面一样 亮亮的 也带点这种粉色的 而且里面也有适量的粘液 骨质也很好 周围也没有骨质的这种增生 软骨也没有破损 很完整 但是长期磨损长期磨损 大家注意 主要磨的这个垫是什么 其实就是软骨 软骨磨磨磨磨就磨没了 磨没了软骨以后 还要继续磨 没有软骨的磨谁 磨骨 骨磨磨磨磨 最终就出来了 骨质的增生 整个这个软骨都已经破损了 然后有暴露的骨面 而且开始出现 关节周边骨的坠生物 这就是我们说的骨刺 但是你得知道 外面还有一层肉 你说这个骨刺 长在这里面是个小尖 外面包着一层肉 你说这动起来是什么感觉 你总磨总磨 它不就容易产生很多的那种肌液 关节的肌液 太肿了 一摸里面 整个就咕噜咕噜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猫它的病骨 那个病骨就是你一往下摁了 都有一种往下沉 就是从水里摁下去沉的那种感觉 你再一松手 你自己感觉到那个病骨 慢慢地飘起来了 所以我要解决它 就是葡萄糖胺 葡萄糖胺是合成软骨 重要的原材料 而如果一个人体内的葡萄糖胺充足的话 它的关节就是好的 它的软骨就是好的 而葡萄糖胺在人体里的这种变化 它有个趋势 什么趋势呢 30岁以后急剧减少 45岁的时候 这个一般的人体内的葡萄糖胺的含量 相当于18岁时候的18% 过了30以后 我自己机体 我不能再合成足够的葡萄糖胺了 那我就希望能够通过外界吃一些进来 在外界自然环境当中 哪里含有葡萄糖胺多呢 虾壳和蟹壳 可是你一听这个 你又发现这又坏了 虾蟹倒是能吃啊 问题是壳都扔了 我在这里也要普及一个生活的常识 为什么我们说 说以前就说小鱼小虾有营养 你说大鱼大虾难道没有营养 不是 而在于说小鱼小虾 第一小鱼你不可能吐刺 吃小鱼不吐刺 那个小鱼里的那个刺 其实是一个补钙的重要的食物 你可以吃它补一些钙 小虾你不可能再包皮了 没错吧 你要吃个小河虾再包皮 这就太麻烦了 那么你吃了这个虾壳 其实也可以补充一点葡萄糖胺 对于关节也有好处 但是今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你发现咱吃小鱼小虾的机会 越来越少 都是大鱼大虾的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注意 第一你吃的这种虾蟹壳 富含葡萄糖胺的虾蟹壳 本身的摄入量就少 同时还有一点 你即使吃了 你要知道 这个通过虾蟹壳提取出来的葡萄糖胺 占比是多少呢 其实不外国 也就是2.8%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 食物里不是不含有葡萄糖胺 有途径可以补充一点点葡萄糖胺 但是更多的葡萄糖胺 是需要外界食物摄取的 就是额外要进行摄入的 要进行补充的 通过额外的外源的途径 来补充葡萄糖胺 那么我要告诉大家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 纽崔来建落胶囊的核心的要点 就是这八个字 针对成因 直击多症 关于关节软骨 核心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葡萄糖胺体内的量不足 所以你又通过食物 不能吃到足够的葡萄糖胺 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外源的途径 来给你直接补充葡萄糖胺 直接的作用 就是刺激软骨的生成 第一它可以直接修复软骨 第二一个可以直接催生你体内关节的滑液 第三一个还可以抑制你关节的炎症 葡萄糖胺就有这三个作用 第一让你的软骨修复 生成新的软骨 第二一个就是让你体内这个关节里面的滑液 多分泌一些滑液 多了滑液以后 你这关节不就不会那么嘎嘎响了吗 其实说白了 第一换一个软骨垫 给你换一个新的软骨垫 第二给你添加一些润滑油 第三一个减少你炎症的反应 别让它那么肿 别让它那么疼 所以我在这里我再问大家 说我们的这个溅落胶囊的核心的这个要点 是哪八个字还记得住记不住 针对成因直击多症 直击哪多症 修复软骨催生滑液 减少炎症 这是我们这个溅落胶囊里葡萄糖胺的主要的知识点 溅落胶囊里除了这个葡萄糖胺里面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优势 第一它的量 第二一个 你这个葡萄糖胺是哪种葡萄糖胺 以及你还增加了哪些负方的其他成分 第一我们的溅落胶囊里面的葡萄糖胺是盐酸葡萄糖胺 我估计在座有很多的朋友还根本不知道这个葡萄糖胺分成盐酸盐和硫酸盐 关于盐酸葡萄糖胺 这个盐的纯度以及它的生物的活性 其实都是具有明显的优势的 原料的来源来自于深海的虾类的壳 我们做了海洋水质的分析 我们发现前海在今天难以避免要遭受水体的污染 而我们纽翠莱为了能够给消费者提供放心可靠的这个产品 我们明确地告诉大家 我们的这个虾也是捕捞自深海 我们的那个鲑鱼也是捕捞自深海 为了保证我们的产品的品质的安全 这一天的用量总共是1500毫克 这个量我们做了这个使用者前后的这个对比 在使用前这是上面的骨骨 前面的病骨 下面的颈骨 在这个红圈里面乌秃秃一片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关节的炎症非常的明显 再看绿色的这个圈 这张片子是不是明显比这张片子清楚多了 通过这个片子其实你还应该看到 它有一些骨刺是去不掉的 但是我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 就是你要对于使用者 你要跟他明确地讲明 你用葡萄糖胺改善的是什么 是关节里的软骨 关节里的滑膜 滑液是润滑液 道理也就是说你给这个车改善的是它的这个轴承 你给自行车改善的是这个链条 说你这车架都已经锈烂了 锈没 这个解决 这不是葡萄糖胺能解决的 这是谁能解决的 这是钙能解决的 说关节有炎症的人 其实他难免还会有疼痛 而我们在这个溅落胶囊里面 我们还复合了一个重要的成分 就是乳香 乳香在普通的方济里面 一般大家常听的都是乳香默药 是吧 这两味常合用 而这乳香和默药虽然有相同点 但是它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是乳香更有经络的这种疏通走窜的特点 乳香更能疏经活络 然后缓解这个人关节的炎症和疼痛 今天我估计大家可能生活当中也有一些用人按摩的精油里面 听说过有乳香精油 对吧 那么它的道理其实也是用乳香的这种疏经活络的特点 溅落胶囊里面还添加了菠萝酵素 菠萝酵素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吃菠萝的时候 吃多了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 感觉是嘴麻麻的 那就是菠萝酵素引起来的 低温下提取这个菠萝酵素 是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 这个胶囊里还有柑橘类的生物类黄酮 和真叶樱桃的提取物 这些东西一方面它可以减少关节的炎症 同时柑橘类的生物类黄酮和微生素C 还可以促进我们机体对钙质的吸收 从而来更好地保护 完整地保护我们的关节 当一个关节发生了明显的炎症的时候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氧化的反应 有很多氧化性的攻击 而这个时候你补充柑橘类的生物类黄酮 以及天然的微生素C 这个真叶樱桃提取物 其实很大程度上 也可以通过对于关节的抗氧化 来减轻关节的炎症 这就是我们说 纽粹来建落胶囊里面的 这几个主要的成分 大家跟我再来回顾一下 最主要的功效的成分是什么 葡萄糖胺是哪种盐 盐酸葡萄糖胺 盐酸葡萄糖胺的主要的优势 针对成因 直击多症 哪几症 修复软骨 催生化液 减少炎症 对吧 换一个磨损的垫 给你加一些润滑油 减轻它的炎症 另外 里面还加了输精活络的什么 乳香 同时还有减少关节炎症的 菠萝酵素 另外还有抗氧化 促进钙质吸收的真叶櫻桃提取物 和柑橘类的生物类黄酮 它的使用方法是 每日两次 每次两粒 这两次两粒 加在一起 里面的一天补充的 盐酸葡萄糖胺的含量 是多少毫克 1500毫克 回过头来 大家再来回顾 刚才我们讲的关节的示意图 关节里面 有没有骨 有 关节里有没有韧带 有 关节里有没有软骨和滑膜 有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都是针对滑膜和软骨的 对吧 对 那这部分问题解决了 那我们再带着大家回过来说 我们再来看 关节的骨和韧带 因为如果没有好的骨 关节好不了 骨不好的人 为什么关节不好 我现在 我假设说 我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人 我肌体里给了一个信号说缺钙 这个时候 肌体的第一反应 是要从我的体内 从我的骨头里面往外掉钙 对吗 可是我肌体里只缺一个钙 但是这个信号发出来以后 直接从骨头里掉了100个钙 那么其中一个钙 是补充我缺乏的需要了 剩下那99个钙去的 其实就是要准备排除体外 这些钙 那就是将来要 比如说容易有的人发生了什么 肾结石 是不是 因为你长期尿钙量多呀 都是浪费的 要从尿里排出去 所以在这里 为什么说要纠正的误区 说肾结石是因为吃的钙 特多吗 其实不是 是因为它体内反复的调动钙 调动出来浪费的 那些没用的 就要从尿里尿出去 它的钙的流失量就大 那尿钙也就高 而当你的这个 用不着的这99个钙 要从肾脏尿出去的时候 肌体里还有一个机制 是什么呢 肌体里要把这个钙 在最终没尿出去之前 再给它抓回一点来 拽回的这一点钙 放到哪里去 是在放回骨里吗 注意 其实这个时候肌体 有一个非常灵敏的 其实肌体是好心的 当然我说的是比较拟人化 但现实它是有这种机制 说好不容易抢回来一点钙 这个时候把这钙 放回到哪去呢 肌体它有个权衡 说你看 哎呀 这个人呢 他这膝关节磨损太严重了 是吧 他整天的就磨它呀 所以这膝关节受力太大了 那看脆这样吧 给膝关节的垫点钙吧 然后你看这个人呢 这个人他整天他就低着头啊 他整天低着头 他这个颈椎确实压力太大了 好不容易拿回点钙 给他颈椎垫点 机体是好心替咱们着想 你哪不好给你垫哪点 但实际上的结果是 哪磨损得多 哪瘦力多 哪的骨质增生就多 今天其实很多医院的诊断 就叫退行性骨关节病 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 还没有退行性骨关节病 这个诊断 就叫关节炎 这种关节炎 最终由于 骨质的这种变化 导致产生了骨刺 最终发生了关节炎 它的核心的原理 刚头我讲 是因为什么产生的 是因为缺钙产生 体内钙更缺乏 慢慢慢慢导致了骨质的增生 缺钙的人 骨不好的人 最终会导致关节的变化 然后我们说 说关节不好的人 回过头来还会影响骨 这半句话怎么理解 你说 说我现在关节都已经不好了 我这两个膝关节 都已经退行性骨关节病了 或者说 我就甭管是风湿了 还是什么泪风湿了 还是什么 我把脚踝给崴了 我想问 那你这个人的运动还好吗 一定不好的 如果我运动不好 我还能够经常的 自己出去在外面散步 在外面溜弯吗 你不能接受阳光的照射 你机体就不会产生 足够的卫生素D 机体里没有足够的卫生素D 那你想吸收钙 它的吸收能力也差了 你想利用钙 它的利用也差了 为什么我们说 说卧床的人 你要注意补钙 本身卧床就容易有钙的流失 同时卧床的人 不能够接受日光的照射 无法产生足够的卫生素D 所以钙更容易缺乏 你说就是这 咱们穿着今天的各位这衣服 就我穿这一身来 我如果从外面走到这个会场来 我不开车 我就走着来 你说我这身体能够接受 能够产生微生素D的皮肤 能有多长的时间 是能够有足够的皮肤 在外面接受日光的照射 天再热点 我估计很多女性 刚好容易能穿短袖 马上又呸一个小白翅膀 在身上呸着 所以大家 你一定不要忽视我们机体里 跟钙相关的这些问题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骨和关节 它的相互的影响 缺钙 慢慢慢慢就会容易导致 关节的问题 而关节有问题了 就反过来会更加容易影响 体内钙的平衡 大家脑子里想到骨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营养素 就是钙 就好比说我要盖房子 你马上想你要盖房子 必须得有砖 我让你垒一面墙 我就在这台前 我要垒一面墙 我只给你砖 你垒得起来 垒不起来这面墙 垒得起来 你就拿着砖一块一块码 它这墙也垒起来了 但是你发现有个什么问题 不结实 你要有个人用点力一推 它没准就倒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想让这面墙 要想结实 你发现光有砖不行 得有沙子吧 得有水泥吧 道理虽然简单 实际上这有一个学名 就叫做营养素的学童作用 也就是说你要想让骨强健 注意不是只补钙 骨的强健 没影响不影响 你如果缺铜 我告诉大家 骨也不会强健的 缺铜也会发生一种骨质疏松 如果缺心 你会发现骨里面的这些蛋白质 它也会合成不良 当然还有其他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说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的这种 补钙的这种建议 是说钙还要补美 还要补心 补铜补蒙 把它又综合在一起 要请大家知道 对于骨的强健 不是只有钙能解决的 还需要其他的微量严肃参与 就如同我垒这一面墙 不能光有砖 还得有水泥 我们的能够给大家 去影响大家 补充骨质 补充钙质的这样的产品 一 钙美片 二 贝利剑 我们的贝利剑注意 是明确注册的功能 是什么 增加骨密度 大家就要知道 这个功能的注册 很了不起的 这是我们贝利剑一个重要的优势和点 我们刚才说了骨 我们在前面又讲了软骨 别忘了 关节里面还有韧带 还有胶原蛋白 而一提胶原蛋白 大家当然知道 那蛋白质是它的原料 蛋白质以后在我体内 分解成为一个一个的氨基酸 变成了一个一个 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 是谁把这氨基酸连上的 是这个VC把它连上的 就好比是说 是说就说我这一个一个的这个链子 这里面有 比如说是我有这个小小小珠子 小小珍珠等等 那么最终是谁把这个珍珠连成一串的 是那个维生素C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我刚才讲的骨关节里面 我们说有没有骨 有 除了骨还有什么 韧带 除了骨和韧带还有什么 还有软骨 好 那我现在对于整个关节这三个层面 骨 韧带 软骨 我应该怎么去对应它 进行相应的保健 第一 先说软骨 针对软骨 我要用葡萄糖胺来促进谁的生成 促进软骨的生成 还要催生什么东西 催生滑液 同时它还能抑制 减少 严正的反应 此外 我们针对骨 我们说你要补充 钙 除了钙以外 还有哪些微量元素 鎂 鲜 铜 蒙 那么同时我还要讲增加骨密度 我要用什么 贝利剑 说完了骨 说完了软骨 剩下那个韧带 那个胶原蛋白 谁是合成它的原料 蛋白质和 微生素C 所以大家要通过这样的一种 记忆 一种联想 然后能够明确地得到一个 针对关节的一个产品的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纽翠莱 如何能够帮助那些 骨关节不健康的人 给它一些营养素的支持 说完了这些 我想问大家 说现在我有了 我有这些个 葡萄糖胺 我也有乳香 我也有菠萝酵素 我也有柑橘类的生物类黄酮 针叶樱桃提取物 是吧 说你这个 这个钙美片里面 还有多种的这种 矿物质的这个微量元素 还有紫花木须提取物 等等 我这蛋白质 说了一大堆 有了这些东西以后 我想问大家 生活方式还用不用改变 你会发现 有很多人 用了营养素以后啊 他就认为 我所有的健康问题 你的营养素得给我解决 那我照样 我该爱天天晚上 窝着床头看手机 我还得窝着床头看手机 因为我用了你这个 所以我就不应该 再有颈椎的问题 所以我就可以随便伤它 我跟大家说 这其实不是 针对关节的问题 针对我们人体里 很多的问题 大家都会难免产生 这样保健的误区的 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营养素固然能够帮助您 获得更好的健康 但是请注意 一个真正健康的人 一定会有健康的生活和观念 我们所有的朋友 咱们都具有这样的健康的观念 同时也有健康的手段 帮助大家迎在关键节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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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